各位已婚人士注意 不要想着有非来宴福 跟你说不要名分 就可以享齐人之福 随时可能变成业园 惹祸前身 好像… 向外界营造出 完美成功女企业家形象的Coco 2019年11月 在商会认识已婚的El先生 主动踏上对方 为的只是想有些拍拖的感觉 婚外情关系维持了10个月 直至El先生发现 Coco可能是债务、官司前身 台式饮品店欠租几个月 提出分手 Coco在这个时候 就自称有了BB 那时是2020年9月 他说自己大肚 是 但他说你就是 是BB的经手人 爸爸 是,他说是我的 他多多说自己 跟着BB很辛苦 吐、睡觉 你跟他发生育体关系 你有没有做出安全措施呢 有 同一时间,Coco表示要救铺铛 向El先生提出要15万 我没有东西就输了 我要钱 救不了铺铛,我就另一件事 你让我交代 你现在是否要迫我或刺激我 你不铺铛的话 就不要怪我 我帮你按了很多次 你跟我出来解决 我今天一定要钱 今天一定要 我要救铺铛 那时我已经跟他说了 没有钱 没有15万 但是他用一种 有点大威胁的语气 跟我说 他今天一定要收到15万 否则就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很温柔 他扮演得很温柔 或者很听我的话 他突然间这样的语气 其实我觉得很惊讶 我就觉得 自己帅哥吧 那时就问了朋友 借了15万 先搞定他 那15万我给现金 他弟弟来拿 就交给他弟弟 但是一给完15万 Coco竟然立即改口 说还欠他5万 赖L先生 说给20万 他与业主说了 而且收不到 事情就还未解决 不当交代 就算戏图给Coco 看自己之前说过 他都告诉你 L先生无奈 再借5万 这次Coco 就叫他过数 入他弟弟的户口 前后给了20万 L先生还立即封锁了 他两子弟 天真以为可以断绝来往 没走和Coco的任何关系 当然没可能 Coco更加要爆给L先生老婆 知道他幼儿了 之后他还传了一些 CT图和二人朋友 到我太太公司 证明他幼儿了 还说他验了DNA 都是我的 他说他已经有证明了 我走不掉了 例如把CT图什么都没有 又不会有名字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上网下降 那你太太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她有什么反应 我太太第一发现就是说他验人 他验人他一定没有 因为我带了肚子 L先生说Coco要搞到 他两夫妻生败名裂 隔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不断在社交媒体骚扰我 叫我还钱 独裂我老婆 说我老婆验人 我看起来做会员的 Coco就不断在我老婆的Facebook 和我老婆的同事朋友Facebook 和Ig 和我老婆公司的所有的Fam page 有六个或七个 包括澳门的Fam page 就中伤我老婆 我说我老婆是因为卖床单 才可以卖床单 她甚至是自己建立一个帐号 去扮我老婆 自编自老自演一个通话内容 搞这么多东西 但Coco对着姐妹都不完全老实 你知不知道El先生已婚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不知道人家是有老婆的 他又跟我说 别人娶别人不要他 但是后来听回来才知道 原来人家是一组已婚的 他是真的想拆下别人 知道他想 搞到别人的另一半的公司 但是就说找不到联络 搞不到 他才不管 搞这么多东西 都是无故于事 就任他过去吧 就好像很正面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不止这么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Coco越搞越大 威逼程度一次给一次激 他做每一件事 每个节奏之前都问我 入了钱了吗 如果未入钱的话我继续做 他和我一起的时候 是没有说过粗口的 但是分手之后 每一句都是粗口 Coco用了十几个假帐户 不断在网上留言 攻击L先生两夫妻 又用很多张太空卡 WhatsApp 继续纏住L先生 只要一看内容 就知道又是你,Coco 不再和你的畜生说这么多 我就看钱做人 我有二十万就结束了一件事 包括你老婆 你不用在香港立足 你着草也挂倒你 一时又以退为进 说要名分可以不要钱 但又不断追问解决方案、交代 用了很多威逼字眼 如果你不想付钱又或者想玩 我一定奉陪到底 也包你阳明纳闻 总之就是想L先生多付二十万 还要没得分歧那种 当正L先生是他债仔地追溯 用尽所有方法拿钱 昨天他传了一封叫我还钱的信 当然我不知道为何欠他的钱 他传了一封还钱的信 叫我还钱 上面有个电话号码叫我联络 你从头到尾有没有向Coco借过钱 我完全没有向他借过一毫子 总之层出不穷 总之所有的手段 因为我连接了他的电话 他用PayMe来叫我还钱 我已经给了二十万里 还没解决 我还没解决就是你还没解决 因为他还有钱争 所以他觉得你要继续 我不知道 他可能去上路 对于Coco有什么感觉 真的觉得他很恐怖 太恐怖 持续了多久 持续了两个月 然后突然有一天 Coco态度180度好转 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 是有些事情未处理到 在11月16日 约了L先生出来见最后一次 我以为他已经不会再追我 多少二十万 他有我出来说话的时候 就说 二十万 二十万就解决 如果不是的话 我当没有解决 他甚至说 他有想过去找黑社会来赚我 嗯 是的 是 他是这样说的 接着第二天就真的找了律师 和去报警 甚至我老婆出街 我都怕我老婆出事 因为他找人跟踪我老婆 和拍照 甚至我出街的时候 都怕他真的找人来打我 我甚至有很多晚上睡不着 当然11月17日至12月底 所以这段期间 他也是不断地骚扰我 听完L先生所说 我们也希望向Coco求证一下 喂 你好 我们是东张西望的 是Coco吗 我们打来 因为收到X3报料 说跟你分手之后 你不断骚扰他 和问他拿钱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事 你现在可不可以方便回应一下 因为那些证据都对你不太好 你有没有网上不断地抹黑他 是因为交给律师处理 我交给律师处理 我交给律师处理 那你之前有没有大途 如果是感情关系破裂 做出歉逼拿钱 威吓、跟踪、纏扰 连串疯狂骚扰行为 作为情绪上的宣洩 那又说不说得通呢 在法例中也有说 做一些事情 如果我不做 他就会对我做到一些名誉受损 或者是金钱受损 这些不当的要求 如果只是说 如果你不给20万我 我就会做事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恐吓方式 作出一些不当的要求 所以这样就已经扣成了勒宿罪 最高刑犯是14年监禁 自冤抹黑L先生太太 岳二又公开她个人身份 职业资料亦都是犯法 如果她有一些 好像是网上欺凌 就将她太太的个人资料 譬如她做些什么职业 在哪里出入 或者是一些身份的资料 披露出去 令到她更加会有一个伤害的话 这个犯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亦都是有一个 他们相关条例的刑事成份 可以有一些罚则 最高刑罚到五年监禁 Elle先生醒觉 自己可能一直都只是被Coco养兵千日 用在拿钱 究竟她是否真的有你的宝宝 没有,完全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她以前的朋友跟我说 说什么 她说其实她只迟了几天来 其实没有宝宝 全部都是骗我的 但你就很清楚她一定没有宝宝 对了… 后来我原来没事的 只不过迟离了 但原来没事她 又没有告诉对方 她的甜度完全不知情 一直以为她幼稚 然后说到挺爱的男人 然后原来有纳索 纳索那么严重 就是有小朋友 就是…我想… 如果…假设有的话 下都不用要十多二十万 总括来说 你会怎样形容Coco这个人 假的 很假 就是她很喜欢演戏、演戏 但是不成功入行 那就会放在生活上 这个人太恐怖了 包括我所有身边的人 都被她压制 因为我不想其他人 又被她加了 她的演戏技巧真的很高 真的很对不起我老婆 最后悔是认识Coco这个人